自古红颜多祸水 这是古代人们对于长相十分艳丽的女子一概的评价 但纵观历史 红颜引起王朝颠覆的例子数不胜数 但其实真正是君王沉溺腐朽的 归根结底还是他们自己的本性罢了 无奈历史总要将王国的帽子扣在红颜头上 而这其中被冤屈的就有隋阳帝的萧皇后 她就阴生的倾国倾城 有传说她被六个人轮番霸占近六十年 在四十八岁时还遭人抢夺 可谓颠沛流离 有关萧皇后的绯闻 大多出自于民间作者描绘的小说 说唐和隋唐演绎中 这其中包含了一部分野史内容 有的内容是为了趣味而被后世增添上去的 而在正史的记载中 萧皇后也的确是一生颠沛流离 自杨广国破身死后 便辗转于多位新帝之间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前朝公主 萧皇后是西凉孝明帝萧奎和张皇后的女儿 虽然她贵为公主 但江南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 他们认为出生在二月的女子是不祥之兆 因此萧皇后她出生不久 就被寄养到皇帝六帝家中 而后又到了舅父张科家里 张科家中并不富裕 但却对萧氏十分上心 故而萧氏生活虽然拮据 但也有滋有味 在舅父的关照下 萧氏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这也让她成长为一个有才有貌的公主 公元582年 隋文帝杨奸为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挑选嫔妃 在梁国征集美女 但是梁国却没有一个与晋王杨广生辰八字相符合的 他们听说有位萧氏公主在梁 就把萧氏叫到殿上 为他们摆卦算得姻缘 竟十分相合 就把萧氏册封为晋王妃 杨广与萧氏生活得十分甜蜜 她不仅生得倾国倾城 十分聪明 还特别擅长医术 作为佛教信徒 她的身份也为杨广在江南拉拢氏族和高僧时大有比异 有了萧氏的帮助和民心所向 杨广成功被册封为太子 公元604年 杨广继位称帝 封萧氏为隋朝皇后 德荣兼备的萧氏 终于在39岁的时候得以母仪天下 史称萧皇后 隋朝灭亡 隋阳帝继位后 对萧皇后依然相敬如宾 两人感情很好 他的亲人也得到隋阳帝不少的照顾 杨广对萧氏一族的亲戚进行大量提拔 而萧氏亲人也为隋朝尽心尽力 两者相安无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隋阳帝杨广的权力也急剧集中 他的欲望不断膨胀 开始了挥霍无度 娇奢淫逸的生活 先是因为开凿大运河 征集壮丁 滥用民力 后又频繁发动战争 灾难和战争 也导致天下百姓民不聊生 面对杨广挤尽疯狂的肆意享乐 萧皇后对其曾多次婉言相劝 但沉迷于滥用权力和享乐的隋阳帝哪里听得进去 公元616年 杨广带着后妃文武第三次去到江南游山玩水时 隋朝统治接近崩溃 各路起义军看准机会蜂拥而至 全国上下混乱不堪 而杨广此时正在纵享江南美景 对于国中的战乱 她没有丝毫的在乎 公元618年 杨广国破身死 隋朝灭亡 萧皇后眼睁睁的看着隋朝覆灭 而她颠沛流离的命运 就从此刻开始上演 逝帝篡位的宇文化籍称帝后 将隋阳帝的一切归为己有 而萧皇后也因此落入宇文化籍之手 宇文化籍荒淫成姓 据隋书宇文化籍传记载 宇文化籍一个人占领六宫 在宫中肆意妄为 像极了曾经的隋阳帝 这个宇文化籍也就成为了 萧皇后的第二个男人 宇文化籍也陷入到了 跟隋阳帝一样的生活当中 不但沉迷于享乐 更是对萧皇后宠爱有加 导致宇文化籍也被起义军所推翻了 这次起义军的首领叫做窦建德 他也把萧皇后给霸占了 当萧皇后落到了起义军手中后 跟萧皇后关系很好的 义成公主之道之后 便叫突厥的王将萧皇后接了过来 因为碍于势力缘故 窦建德只能够把萧皇后送到突厥的手中 萧皇后在来到了突厥之后 被突厥的王给看上了 便将萧皇后霸占成为自己的女人 萧皇后也是第四次义嘱于他人 得到了萧皇后的突厥王 更是每天沉迷于萧皇后的美色 把突厥可汗迷得神魂颠倒 也让突厥的国家政事得到了当个 整日宠幸萧皇后 当突厥可汗去世之后 可汗的弟弟继承了皇位 平时垂涎萧皇后美色的弟弟 便把萧皇后拒为己有 致使可汗的弟弟也像他那样 一心扑在萧皇后的身上 也不治理国家 前来觐见提醒的人 无一都被可汗的弟弟给杀害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突厥国很快就衰败了下来 被唐军所打败 当唐军打败了突厥之后 萧皇后经过几番辗转之后 落到了唐太宗的手中 唐太宗便把萧皇后 接到了自己的后宫当中 此时的萧皇后 已经到了花甲之年 但是依旧保持得非常美丽 自此唐太宗 也就成为了萧皇后的第六个男人 更有甚者 还有许多小说上称 萧皇后比杨广小 天保二十年出生 自突厥南返时 十年四十多岁 与唐太宗关系暧昧 甚至封为昭龙等等 小说《说唐》和小说评书 《隋唐演义》里甚至说 萧皇后叫萧美娘 本就是太子杨勇的妻子 后来被杨广霸占 还有萧美娘调戏李世民 私通李密的故事 历史真相 这些传言看似无懈可击 毕竟历史上 萧皇后和这些人都有交叉 而且都处于同一时代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 萧皇后年龄 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 从史书记载来看 萧皇后生于五六七年 与隋扬帝杨广成婚时 年纪约为十六岁 而此时的杨广才十四岁 大业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六一八年 江都之变时 萧皇后五十二岁 贞观四年 也就是公元六三零年 南返长安时 萧皇后六十四岁 贞观二十一年 萧皇后崩世 享年八十一岁 萧氏逝世后 唐太宗以后礼 将萧皇后葬于阳帝之灵 上世为闽皇后 这几个时间点 是萧皇后最重要的几个节点 也是通过常识 打破谣言的重要节点 也就是说 谣言上讲的 宇文化级 在杀掉隋阳帝 占有萧皇后 此时的萧皇后 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 即使保养得跟现在一样 岁月的痕迹 依然很明显了 宇文化级是有多想不开 占有五十二岁的萧皇后 没过多久 窦贱德就杀了过来 赢回了萧皇后 窦贱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窦贱德出生于五七三年 比萧皇后小六岁 窦贱德做的这一步 是有政治深意的 而且萧皇后 在窦贱德这里待的时间不长 就被在突厥的义成公主 请求畜罗克汗 将萧皇后接走了 萧皇后是义成公主的嫂子 即使畜罗克汗 竭力克汗 真的看上了五十二岁的萧皇后 也未必能够如愿 如果说两个克汗用墙 那倒真的有可能 萧皇后在突厥待了十二年 被李世民迎回大唐的时候 已经六十四岁了 李世民出生于五九八年 比萧皇后小三十一岁 也就是三十三岁的李世民 看上了六十四岁的萧皇后 这李世民是有多历令致婚呢 如果说语文化籍 窦贱德 处罗克汗 竭力克汗 还有可能用墙 那么李世民用墙的概率 几乎是零 因为隋阳帝和李世民 也是有亲戚关系的 北周时期 独孤信的两个女儿 分别嫁给了杨坚和李炳 而杨广和李渊 正是独孤信两个女儿的儿子 也就是说 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 李世民得叫杨广一成叔叔 那么萧皇后 其实就是李世民的婶婶 李世民虽然纳了 自己兄弟的老婆 但李世民面临的是自己的婶婶 又大三十一岁 让李世民做出这种禽兽的事情 基本是不可能的 而且李世民也要保住自己名声 断不会做这种毫无利益可言的事情 在隋书中 有关萧皇后 在隋朝灭亡后的这段经历 是这样记载的 即与文士之乱 随军至辽城 化即败 莫于窦见德 突厥处罗克汗 前使迎后于明州 见德不敢留 遂入于鲁庭 大唐贞观四年 破灭突厥 乃以礼制之 归于京师 根本没有提到 萧皇后 与其他五个人的风流运势 无论是从常识 历史记载 人伦 哪个角度来看 萧皇后 侍奉过六位皇帝 基本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李世民 是更加不可能的 更为可信的历史史实 是萧皇后 一生只侍奉过隋阳帝 一位皇帝 不管萧皇后的后半生是怎样 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女人承受了 不该有的罪名和痛苦 相比于枯燥的历史真相 或许很多人更喜欢 香艳的传闻 但不论如何 还是要客观正确地 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 不要以偏概全 也不要轻信谣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